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光临阿N与阿N频道 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梁素琴的演艺人生 上一集我们就讲到梁素琴在1965年的春节 火拍邓碧云他们组成了碧莉剧团 碧莉剧团是一个全女班的剧团 在深水埗、游麻地和香港大会堂演出 在演出中,邓碧云担当文武生 而正印花旦分别由吴君丽与谭善雄负责 至于梁素琴本人负责二邦文武生 而武生是由马来亚回来的黄剑名担任 丑生是由张悦怡负责 同年1965年,梁素琴也曾经跟关海珊、欧嘉昕、麦景军、朱绍波、 和艳涎桃红等人联米组组织去到澳门的孖国庙 演出了五天粤剧 在1966年,梁素琴就帮新女儿剧团做二邦花旦 谁知在夜场开桌前突然间失声 失声严重到连对白都念不出来 当时就急得满头大汗,急得眼泪都飙了出来 幸好,正印花旦邓迪云 梁素琴就与她对调,于是就化解了这场危机 终于都,梁素琴在1966年,拜了女画家蔡佩朱小姐做师傅, 在1969年,她就参加了在香港大会堂高座八楼展览厅 在香港大会堂高座八楼举行的《蔡佩朱思生画廊》 向公众展示她的中国画作品 在这个画展里,梁素琴有些什么作品呢? 分别是《风雨归返》,《青溪垂钓》,《渔川归钓》,《行花春雨江蓝》,《秋江红叶一帆远》 另外,《慧宝音乐社》主持人,《黄夏卫小姐》, 和《多位名媛桂妇》,都一起联米去这个画展 来捧她的场,此外,梁素琴也是汪明泉的粤剧, 是汪明泉的指导,梁素琴是负责指导汪明泉在《天仙配》里面, 和《公主刁蚂赫马娇》、《租康晴》等这几套剧里面, 她负负责指导汪明泉的《月康》唱曲, 而另外《红线旅》负责指导汪明泉在《木桂英大破红州》里面的《月康》唱曲, 时间到2021年4月16日,梁素琴获得香港演艺学院, 颁化荣誉院试咸,来表扬她的艺术成就, 在当时汪明泉也有到场致可, 2022年11月20日早上,梁素琴在香港东区医院, 向羽衛生病患者,因病安长離世。 她享有高授,当时就因94岁, 在12月12日梁素琴的喪禮, 在香港殡仪馆以佛教仪式举行, 由她的鮑妹梁芝杰,她的契女谭京韦和众弟子智桑, 逆日慈玲出品,由粵劇名令阮兆辉、汪明泉和罗嘉英等人, 负责帮她扶领,遗体,其后奉移到歌连神国,火葬牆火化, 梁素琼的爸爸是梁耳忠,他是一个出名的乐乐和乐曲的音乐师, 她的生母黎仲华,就在梁素琼,仍然在嬰儿子时已经病逝了, 她的继母就是月曲灵人,瓊仙、张玉京, 在1970年,梁素琼就和经营旅业出入口行生意商行, 总经理潘潮石先生,就在香港大会堂注册结婚,举行婚礼, 当时她的结义金兰九大者,很可惜,当时全部都缺席这个官礼, 真是不知因什么解救,最后跟大家分享梁素琴灌录歌演唱过的长篇乐曲, 梁素琴唱过的什么乐曲呢?首先就是《西诗》, 同剧和一起演唱《西诗》的有梁素琴,郭绍文,陈彩兰,陈慧晶, 另一套长篇乐曲是《黄昭君》,参与者包括梁素琴, 林家兰,陈录晶,陈录晶,白龙珠,黄佩兰,冶墨衡, 跟着是《沐桂英》,参与演唱的有梁素琴,李锐祖,冯净华,刘克孙, 郭肇文、羅家惠、梁碧玉、劉錦昭 另一套長篇粵曲是梁天來 演唱的是梁素琴、鍾雲山、陳錦棠、劉克孫等人 接著是入京花,演唱的是梁素琴、鍾雲山、陳錦棠、梅恩、郭肇文等人 接著是花木蘭,演唱的是梁素琴、鍾雲山、羅家惠、鄭佩玲等人 接著是呂宜香,呂宜香演唱的是梁素琴、陳錦棠、林家昇、小金螺、曾雲飛、陳惠禎 接著是桃花仙子,演唱的是梁素琴、鍾雲山、盧少平、梅恩、白龍珠 接著是客途秋恆、蔡英雄山、李錦昌、紅霞女 接著是客途秋恆,參與演唱的是梁素琴、鍾雲山、李錦昌、紅霞女 最後是情侶、灑精蒲 參與演唱的是梁素琴、小金、小千歲、孟女明、白艷紅、小金螺、曾雲飛 好,今日和大家分享梁素琴的演藝人生 到這裏也全部完結了 喜歡這條片的朋友,請大家留言、點贊、分享 亦希望大家多多訂閱我們的阿N與阿嬤頻道 下一集繼續和大家分享另一個粵劇名寧的戲劇人生 好,拜拜